作者宋新 产业全球化专家 心服智库创始人 前欧盟中国政策顾问 2023年初秋 一个平常的周五傍晚 墨西哥北部西兰昂州的首府蒙特里市中心 正在经历周末惯常的交通网高峰 如知的车流在街道上缓缓穿行 卡洛斯正乘坐在他舒适的公务轿车中 略显焦急地等待着一个红灯 他是一家欧洲轮胎制造企业的墨西哥分公司总经理 在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后 正在去往蒙特里机场的途中 在那里他将与家人会合 一起飞往迈阿密度过周末 汽车行驶过繁华的圣飞区 卡洛斯透过车窗望向这片日益繁荣的街区 20年前卡洛斯出到此地 这里还是一个落后的村落 现如今已经发展成蒙特里的西壁地区域 道路宽阔 灯光密布 高楼林立 许多全球性的企业 都选择在这里设立他们的墨西哥总部 特别是2021年之后 随着美国颁布了通胀削减法案 全球车企为了守住北美市场 纷纷选择在墨西哥建厂 而在美墨边境的新兰昂州 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各大企业争抢的设厂宝地 今年以来 自从特斯拉宣布将在新兰昂州建立超级工厂 新兰昂州变得更加繁忙 整个生态的供应链都动了起来 厂家接踵而至 这让卡洛斯兴奋期待的同时 也感到一些压力 他知道 随着新兰昂州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聚集区 蛋糕将越来越大 公司正在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但另一方面 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 企业也会开始面临更多的竞争和挑战 不过 卡洛斯现在没时间思考这些问题 他的车已经抵达机场 他的太太和三个孩子 在等着他一同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在盛飞区 像他这样工作日 在墨西哥北部忙碌 周末在美国南部休闲的精灵 比比皆是 前墨西哥驻京河组织大使 埃利松多 达尔 塞拉 列利桑道 美尔塞拉 表示 这些墨西哥新一代金领 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 在美国或者欧洲 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 回国后在外企担任高管 年薪高达20万至40万美金 远超过他们在欧美本土工作的同僚 这些精英的标配是 全职太太 私立学校培养孩子 美国南部度假公寓 和周末纽约购物 毕竟从蒙特里飞机过去 不过两小时 甚至比去墨西哥城还要近 这样富庶优贤的中产生活图景 和我们对于墨西哥的印象 似乎差异很大 很显然 在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逆的大背景下 为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诸多全球企业正在把投资墨西哥 作为控制风险的重要行动 墨西哥的价值被不断放大 也必然成为中国 全球化公司布局的重要目的地 如何把握好这个国家 百年难得一遇的历史性时机 值得深度考虑 本篇报告 新福智库全球化团队 在经过了大量的数据和市场分析 政策报告 以及智库研究之上 系统梳理了对于墨西哥市场的认知 力求全面展示墨西哥的发展潜力 和投资机会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 墨西哥为何会崛起 二 墨西哥的吸金能力如何 三 墨西哥崛起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赢腰 墨西哥为何会崛起 事实上 2021年以来 墨西哥正在悄无声息之间 成为全球增长势头最迅猛的新兴市场 外贸方面 2020年之后 美墨之间的贸易总量 一直向上不断突破 年平均增幅 维持在18%上下 2022年 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 7790亿美元 双向贸易往来 都有大幅上扬 今年1至9月 美墨之间的货物运输总量 已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 墨西哥在2022年 已经超越中国 成为美国出口最大的国家 再看外资 过去的四年间 墨西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投入 2023年 在全球经济并不景弃的背景下 墨西哥前三个季度的FDI 依然保持强劲态势 比2022年 同期增长了40% 根据墨西哥出口加工制造业委员会主席预测 2023年单出口加工行业就可以吸引150亿到180亿美元的投资 通过数据 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墨西哥经济正在腾飞 成为全球产业和资本追捧的床 2023年 已经有全球数百家企业宣布对墨投资 其中不乏特斯拉 博士 大众 奇亚 通用 宝马 日产 菲利浦 联合利华等国际巨头企业 中国企业 像华为 截图 延峰内饰 敏华家具 联想等 也都在近些年 纷纷在墨西哥进行投资建厂 看到墨西哥的逆势崛起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为什么是墨西哥 毋庸置疑 墨西哥爆发背后的最大推动者是美国 这里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墨西哥的历史发展进程 便与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前世今生 墨西哥有着悠久的阿兹特克文化和玛雅文化 然而 在近500年的历史中 国家始终都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前300年 是大洋彼岸的西班牙帝国 后200年 是与其接壤的美利坚合众国 1519年 科尔特斯率领的西班牙军队进入墨西哥地区 击败了阿兹特克帝国 将其纳入了西班牙帝国 这一统治就是300年 直到1821年独立战争结束 墨西哥才从西班牙人手中逃出来 获得了国家独立 随着美国逐步进入工业社会 经济日益强大 美末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的酝酿 将两国引向了1846年的大战 墨西哥因为国力差别悬殊 最终在1848年宣布战败 并已割让了大片北部领土 如今的德克萨斯州 加利福尼亚州 犹他州 内华达州 犹他州 新墨西哥州 科罗拉多州 怀俄明州 和亚利桑那州 而告终 墨西哥独立大学的历史学家 在其历史著作《我们持续的悲剧》 《Westra tragedia persistente》中指出 墨西哥的历史是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 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更是爱恨交织 美国的独立运动 对于个人权力的推崇 以及全民公投权力 让被殖民的墨西哥人民深受启发 从而推动了墨西哥的独立运动 赶走了西班牙人 然而当美国与墨西哥利益发生冲突时 美国对于墨西哥各方面的压制 也一点都不含糊 美国在19至20世纪的崛起 让墨西哥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 彻底成为了美国的附庸国 以至于让墨西哥在位30年的独裁总统 波菲里奥 迪亚斯曾发出可怜的墨西哥 你距离天堂如此之远 距离美国却如此之近的感慨 墨西哥崛起的背后 自然有着复杂的内外部原因 但核心的一点很明确 也从未变过 那就是美国影响 经济层面 墨西哥基本上是完全依赖美国 1994年 美国主导发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 墨西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尝到了区域化的甜头 保税加工出口工厂 MicroLadora热潮 当时诸多美家企业 纷纷在美墨边境的几个州 特别是夏加利福尼亚州 和齐瓦瓦州建厂 因为这里对投资企业 给予了多重特权 100%的外资经营 原材料进口到墨西哥免税 墨西哥低廉的劳动力 成品可在自贸区内自由流动 从那时起 墨西哥形成了经济上 对美国的绝对依赖 80%以上的出口 都是去往美国 近些年 数据有所回落至70% 但美国的主导地位 从未被撼动过 墨西哥人也深谙这一道理 他们经常细血地说 美国经济一感冒 墨西哥就会得肺炎 2008年 美国的次贷危机 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墨西哥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国家 数以百万的人 顷刻间失去了工作 原本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 瞬间被打回原形 超过一半的墨西哥人口 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墨西哥当下所经历的经济腾飞 同样也是美国所主导的 这一次美国打的牌叫做 建案外包 Nearshoring策略 2019年 美墨加协定正式签署 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 这一贸易区覆盖了5亿人口 GDP总额高达到了26万亿美元 相比之下 欧盟的4.4亿人口和 14.45万亿GDP的全球最大单一市场 都稍显逊色 而墨西哥 无疑是整个26万亿大市场的 最有效入口 当然 近些年来看 除了墨西哥本身得天独厚的地理因素 和低廉的劳动力因素 墨西哥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多外资 主要还是拜登政府的大招 通胀削减法案 通过补贴的杠杆和墨西哥这个支点 彻底撬动全球的产业链 这一法案让在墨西哥投资的诸多企业 同样也可以享受 整个通胀削减法案所带来的高额抵扣 这一切的前提 只有一个企业必须寻找到一定的本地供应商 并且不断把生产集中到北美 以电动车行业为例 来理解该法案的运作机理 根据通胀削减法案 电动汽车生产商是有资格获得最高7500美元量的总低免额补贴 其中3750美元的获得的条件是 生产车辆所用的电池关键矿物 新提取或者回收至少有40%是来自北美区域 而要想获得剩余的3750美元的低免额补贴 则要保证电池组件价值中有50%来自北美 如果厂家希望持续获得这笔低免额 就要不断地提高这上述两个指标的百分比 例如2027年要达到80%的电池关键矿物来自北美地区 2029年则需要100%的电池组件来自北美 成也美国 败也美国 这是墨西哥的宿命 当下墨西哥正乘着美国政策的东风在不断发展 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 世界经济的墨西哥时刻 Momento Mexicano正在到来 现在也是墨西哥距离世界大国之梦最近的一次 除了美国对墨西哥影响的外因 我们再看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的内部因素 从市场端来看 墨西哥内部市场也在不断发展 2023年 墨西哥人口达到了1.3亿 是世界上第十大人口大国 并且人口平均年龄29岁 整体较为年轻 劳动力性价比相对比较高 2015年之后 墨西哥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一直低于中国 且体量较为充足 随着墨西哥这几年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外资驱动的制造业蓬勃向上 社会失业率已经降至3.31% 同时家庭支出在不断增加 特别是2020到2022年 连续两年实现了超过16%的增长 整个墨西哥市场潜力在不断地被激发出来 由于墨西哥的核心竞争力源自靠近美国市场 以而跨境流通显得格外重要 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墨西哥政府是再清楚不过了 在过去十年内更是一直在不断推进改革 特别是通过公司合营方式 推进整体的基础设施升级 2018年 墨西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跨洋物流项目 特瓦特佩克地下洲际走廊 Tawantepec Isthmus Interoceanic Corridor Project 项目核心就是在墨西哥地域最狭窄地段 通过铁路 公路和港口的综合建设 连接墨西哥湾和太平洋 从而可以绕过巴拿马运河 改善亚洲和美洲之间的货运路线 减少进出口的运输成本 增强墨西哥在全球贸易中的联通性和竞争力 2023年9月 火车项目正式启动 并开始进行跨洲际的货物运输 预计年底可以正式投入运营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 洛佩斯更是表示 这会是未来世界贸易的核心 预计在整个货运走廊 完全投入运营之后 每年集装箱吞吐量 可以达到140万标准箱年 有望带动周边区域的加速发展 美墨边境的几个州 齐瓦瓦州 科阿维拉州 新兰昂州 均在和美国方面积极沟通 不断地完善项目筹建机制 比如圣河罗尼默和圣特雷沙 过境点进行现代化改造 确保人员和商品 通行方面更加灵活和高效 总结来看 墨西哥的崛起并不是偶然 是时代的产物 背后是多方面的促成因素 美国的扶持 自身的开放 以及全球化转型的历史节点 墨西哥人口红利 叠加内政改革动能正在爆发 墨西哥这次历史性机遇 也确实很值得中国企业研究和分析 零啊 墨西哥的吸金能力如何 2022年开始 墨西哥开启了和中国改革开放早期 非常类似的招商引资浪潮 那么 墨西哥对招商引资有多痴迷 心腹智库专家团队 调研到很多值得品位的细节 先看看地方领导者 作为联邦制国家 墨西哥每个州有自己的立法 同样每个州长也要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35岁的西兰昂州州长塞缪尔 加西亚从2021年10月上台之后 平均每个月招来6亿美金的投资 不同于他的很多同僚 加西亚是一位非常务实的官员 为了招商 他可以跑遍全球各大展会和高端论坛 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 他疯狂地约见不同的企业家和高管 推广新来昂州 而他当时最大的目标就是马斯克 要知道 为了争取马斯克的投资 墨西哥几个州长 明里暗里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 给出的承诺也是一个比一个更重 因为谁都知道 特斯拉到哪 他背后的产业链就会跟着到哪 加西亚为了争取到 和马斯克一对一推荐的机会 基本上驻扎在会议场地 不停地进行路沿 最终吸引到了马斯克 并促使其选择了新来昂州 作为超级工厂的墨西哥基地 马斯克宣布投资之后 特斯拉的供应商们纷纷宣布 在新来昂州建厂 包括中国零配件企业洛亚制造 汽车芯片公司广达电脑 电气车盘式制动器的意大利公司 Brenbo 美国的玻璃生产商ATP 德国CT集团 数据存储技术的Bertiv等 都宣布要在当地投资 其他可能进驻的企业包含 Navistar Aptiv Yalzaki Focosa Namek Vitro Prolemza 和ALD等 这股镜头看起来 可真是像极了90年代 外资来中国全国投资的黄金时代 为了更好的了解 全球外资投资和资本流入墨西哥趋势 新福智库全球化团队 综合了2023年1月1日到7月30日的墨西哥媒体信息 对12个州40余家企业外资投资和发展动态进行了梳理 从图中可以看出 墨西哥各个州的发展状况有着很大差异 整体来看具备三个特点 首先 墨西哥北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非常明显 越是临近美国的区域 经济发展越受益 南部在2022年开始逐渐获得关注 墨西哥北部的科阿维拉州 新来昂州吸引力最大 其次是中部地区的克雷塔罗州和瓜纳华托州 根据墨西哥官方的统计数据 在2022年新开工的560万平方米工业园区中 有62%区域位于墨西哥北部 并且在墨西哥北部新开区域 也从原来的6000至8000平方米之间 扩大到了超过2万平方米 可以看出墨西哥北部投资需求旺盛 同时在北部的牵引下 南部的吸引力在近期有大幅提升 从2022年墨西哥各州获得的外国投资来看 外资也在逐渐地关注墨西哥南部 特别是首都墨西哥城 仅在2022年一年 墨西哥城就获得了109亿美元的投资 其次墨西哥已经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北部地区 新来昂州形成了以特斯拉超级工厂 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胜路易斯波托西州形成了汽车零配件产业集群 科阿维拉州形成了以航空制造业 以及物流行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南部的墨西哥城则形成了航空运输业的产业集群 不同区域的发展方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最后 目前在墨西哥投资的外资企业主要是来自西方 其中核心的国家是美国 加拿大 西班牙和德国 不过中国 日本以及韩国企业也在加快展开布局 根据墨西哥私营工业园局协会 MPIP的数据 亚洲需求急剧上升 目前待开发的项目中有63%来自亚洲国家 其中49%来自中国 墨西哥中国商会表示 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一趋势 有五家园区企业在过去一年 租赁了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工业建筑 墨西哥可以说是逆全球化时代的新大陆 西方国家首发登陆 而亚洲国家如韩国 中国企业也不敢怠慢 其中的先头兵就有联想集团 TCL 中国家具生产商米华集团 中国车轮股制造商力中集团等 从上述新福智库的分析研究来看 墨西哥既是中国企业个体的全新机遇之地 也是中国政府值得研究的全球竞争者和合作者 如何能保有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优势是一个新课题 然而如何务实推动中末双边合作 则注定是一个更大的课题和机会 03 墨西哥崛起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当前略有含义的全球市场中 墨西哥的火热势头令其格外引人注目 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投资墨西哥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呢 想看清墨西哥的未来潜力和发展机遇 我们首先需要深层次地剖析 全球产业链变迁的底层逻辑 因为墨西哥的崛起 正是在全球产业链变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全球化进程的视角看 过去所谓世界视频的范式 全球化进程已经被打破 如今已经进入了全球区域化 Regionalization 在这个新阶段中 世界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平衡 一个不仅仅依附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平衡 东西方之间的再平衡 是墨西哥会更加强势的本质逻辑 然而 即使墨西哥具备诸多天时低利 但根据心浮智库长期跟踪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 所谓的墨西哥取代中国的情况 依然是小概率事件 墨西哥也许确实正面临着一个百年难遇的历史机遇 但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 依然是难以撼动的 完全去中国化更加不现实 既然世界工厂不会再集中于某个国家 那么未来供应链的格局会以何种方式呈现呢 新福智库宏观经济研究员刘川认为 产业链未来其可能会更加明确地呈现出 区域化分布的状态 北美亚洲欧洲三大中心将会并存 这三个核心生产网络对应的核心枢纽国家 分别为美国中国和德国 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 不停地穿梭于核心枢纽制造国家和周边国家 在不断地往返中完成整个零配件制作 加工组装流程在销往世界各地 所以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格局发生转变的当下 中国企业需要顺应大的转变趋势 通过全球化布局来应对风险 中西之间的战略竞争依旧存在 然而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 不会就此终止 但商业往来延续的一个重要前提是 中国企业可以顶住目前的各种压力 进一步推进出海计划 当下墨西哥的机会窗口仍在 值得深入探究 但即便墨西哥发展潜力很大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出海墨西哥征程中的本地化挑战也是多重的 其一是北美政治的不稳定挑战 墨西哥从90年代开始就不断尝试拖拉美入北美 淡化自身拉美国家身份 强化自身北美国家的地位 然而事实上越是如此 越是没有办法摆脱被美国制约的命运 甚至可以说墨西哥未来潜力如何 本质上并不完全是自己决定的 而是要看华盛顿的脸色 一旦美国修改了补贴政策条款 或者共和党上台实行新的保护主义政策 那么墨西哥的优势必然会大打折扣 这一点也是出海墨西哥的 特别是计划在当地进行重度投资的中企 特别需要深度研究的 其二 出海墨西哥的隐形成本在不断增多 从人力成本的角度来看 从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人力成本 就已经超过了墨西哥 纸面上看墨西哥更具有竞争力 然而在墨西哥运营的隐形成本 其实是很高的 且在不断提升 出海远民企业管理 咨询创始人陈潘峰表示 终启到墨西哥投资设厂非常火 企业不能只在某一维度 看它的成本高低 要看整体的综合成本 例如水电等运营成本 人力成本 人员效率 安全 税务等隐性成本 墨西哥人工成本相对中国较低 但是福利高 两者结合起来的话 几乎与中国持平 墨西哥工人的人员效率 更是成本不可控的最大变量 此外 管理国内工厂 与管理墨西哥工厂是不一样的 受环境 客户等因素的影响 需要很多跨文化管理 需要企业 投入的管理成本 也是相对较高的 加之 近些年外资的疯狂涌入 让墨西哥的本土劳动地也水涨船高 不少在墨西哥经营的工厂都面临用人荒 企业不得不提高劳工待遇 比如增设宿舍 往来大巴车 提高薪资等留住工人 随着工会的谈判筹码增加 罢工问题也将是中国企业不得不应对的挑战之一 其三 墨西哥社会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 殖民历史给墨西哥当今社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与英国殖民者不同的是 西班牙殖民者将当时西班牙帝国的官僚组织完整地复刻在每一个被殖民国家 使其形成从政治到社会的金字塔状的社会架构 在这个架构中 肤色与权力挂钩 阶层与地义挂钩 肤色越浅 意味着出身越好 而肤色越深 越是底层的象征 虽然墨西哥已经独立了两百年 然而时至今日依旧很清晰地看到 这种金字塔结构 以及对于肤色的执念 仍是挥之不去的社会分歧的根源 墨西哥历史学家劳伦斯·梅伊尔认为 1824年 墨西哥就已经承认了全体墨西哥公民的投票权 无论是白人后裔 Crayalo 汇雪尔 Mestizel 还是土著印第安人 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 然而 事实上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平问题从未消失 与此同时 墨西哥还是一个宗教文化浓厚的国家 阿兹特克人 如同中国农耕文化时期的百姓 信仰不同的神奇 风神 雨神和农神 墨西哥国立学院 胡安 维洛罗 王维洛罗 教授表示 这种神迹向往的传统 也影响着现代墨西哥人 比如 很多人在面临现实问题的挑战时候 更愿意相信奇迹的发生 而不是用笔性思维 墨西哥年度最盛大的节日 是11月初的亡灵节 Diademviertos 类似中国的清灵节 但要更隆重 在这个节日中 墨西哥人表达着对死神 Santumvirate的致敬 执迷时期 西班牙人将天主教带入墨西哥 而其也成为了墨西哥最主要的宗教 促使墨西哥社会价值观更偏向保守 尤其是在对女性权利方面 除了在联邦特区之外 其他所有州都禁止女性流产 而违反者会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这足以见得天主教文化 对于当代墨西哥的影响 宗教给墨西哥带来的另一面 就是墨西哥人是极其乐观的民族 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调查 墨西哥是所有成员国中 平均工作时间最长 然而却也是幸福人口百分比最高的国家 墨西哥人平均每年工作时间 为2226小时 比经合成员国平均数高500小时 但82%的墨西哥人 对当下的生活非常满意 天主教文化确实也让墨西哥人知足常乐 其次是墨西哥的沟通方式 与人情社会的架构 和很多中国人一样 墨西哥人在交流中会回避说 不 即使他们完全不清楚的时候 宁愿勉强说一个答案 也不希望承认自己不知道 这种面子文化本质上 是和中国文化有相通之处的 和诸多发展中国家很像的一点是 墨西哥人对于信任的构建 是需要一个过程 不会轻易相信别人 通常是在不断的接触 以及共事的过程中 才会建立起对他人的信任 这时墨西哥人会说 他获取了我的信任 L.A.C. Gainomi Confianza 在处理金钱关系的时候 墨西哥商人往往倾向于 先交付 后付款 因为在墨西哥 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 先给乐师钱 永远演奏不好 Music Apagada Talk Amel San 此外 墨西哥也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 由于信任成本很高 所以通常最信任的都是身边的朋友 因而 能否构建稳定的政商关系 也就成为了 在墨西哥经营的关键因素之一 长期耕耘 墨西哥 以及拉美市场的 中伦文德胡百权律师事务所的 梁锡岳律师表示 无论是土地获取 政策优惠 审批周期 及日常经营 若能与联邦或州政府 保持良好的沟通 都将极大提高谈判的成功率 及办事效率 梁锡岳律师表示 他们此前曾服务过不少 出海墨西哥的中资企业 最开始直接对接产业园区 却被各种刁难 后来都是通过第三方介绍之后 与州政府相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才快速确定了地块 并享受到了地方税费方面的减免 务实 专注于业务与客户 不断地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 这是中期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 然而 如梁锡岳律师所言 在海外运营 特别是在墨西哥进行本地化 也需要关注公关方面的持续投入 比如 在项目启动之后 也需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保持与相关部门的长期往来 报喜的同时 也要报忧 才能更好的平衡多方面的关系 其五 墨西哥社会在区域稳定 但是整体不安的因素仍未消除 不可否认的是 墨西哥仍然是全球最大的黑帮组织聚集地之一 特别是毒品交易泛滥 当然 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 这驱动了全球的毒销 都向墨西哥聚拢 拉丁美洲黑帮研究专家 埃德加多 巴斯卡格利 Edgardo Buscaglia表示 墨西哥和美国一样 有的区域风险高 有的区域风险比较低 比如在西北部的西纳罗亚州 大毒销和犯罪集团都聚集在那里 目前主要有六大贩毒集团 和150多个大大小小的犯罪集团 当然 这些都在持续动态变化中 2014年 西纳罗亚州最大的毒销头目 古兹曼被抓 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的开始 但想要彻底清除毒品交易 难过登天 不过巴斯卡格利指出 海外游客和海外来 墨西哥的经商人员 并不是黑帮最主要的攻击对象 但这也不意味着 中国投资企业 不需要将安全因素 纳入考量范围之内 特别是在几个安全问题 突出的周营商的企业 此外 对于中国商人而言 1911年 墨西哥北部科阿维拉州的 华人屠杀事件 也是营绕在心头的痛 墨西哥作者 胡安 普一格 汪特威克 在珍珠河和纳萨斯河之间 Entre L. Will Perleway El Narsus 一书中 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 当时 在美墨边境 托雷翁社区生活的 几百名华人 因为长期耕耘果园 和经营商业 将托雷翁社区 发展为墨西哥最繁荣的社区 不但设立自己的银行 并且在美国和墨西哥其他区域 都开展业务 然而 这却激起了 当地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 大肆用种族主义言论攻击华人 致使墨西哥工人阶层 也逐渐接受了这些言论 并且表现出强烈的歧视 和仇恨华裔工人的态度和行为 最终导致1911年 革命团体暴力 占领了这座城市 并且袭击了华人社会 和华人企业 有303人被残忍的屠杀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 洛佩斯曾经在2021年 郑重地向科阿维拉州的 中国后裔道歉 然而 这段历史 以及对于中国商人的种族主义歧视 却很难烟消云散 除了黑帮之外 墨西哥还有比较严重财阀垄断问题 卡洛斯 士林 卡洛斯西恩 是黎巴嫩裔墨西哥商人 他是墨西哥电信最大的股东 持有墨西哥卡尔索集团 其商业网络渗透到了墨西哥的方方面面 2011年 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净资产高达900亿美元 曾经有专家估算 定居每个墨西哥人 每天从睁眼到闭眼 都会给卡洛斯 带来超过五美金的收入 背后的势力之强 恐怕只有印度的阿大尼可以匹敌 总结来看 由地缘政治不稳定 引发的供应链建案外包 大概率让墨西哥的经济繁荣 至少持续十年 不过这个繁荣长期来看 仍然会是区域结构性的 墨西哥整体崛起 还是受制于美国对其的管控式影响 可以预见 墨西哥制造在未来 将会更加普遍地出现在北美 欧洲 甚至世界各地 中国企业出海北美的趋势未曾改变 墨西哥依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选项 与此同时 出海墨西哥也需要我们企业持续地耕耘 并提高企业风险意识和自身的本地化能力 中国企业 甚至中国产业的全方位墨西哥战略 已经是务实之选和当务之急 有点消息 扶持续地耕耗